HELLO 大家好 见到港股就年升第三天 今天最多升过220点 一度从上28400点的水平 不过之后升幅就有所收窄 我们看看恒指今早早的走势 恒指今早早高开224点 开市部28473点 但已经见了全日的高位 之后A股跌1% 港股的走势亦都比较反复 曾经一度是倒跌24点 低见过28224点 午后就在28300点的水平徘徊 全日成交就有超过930亿 见到恒指收市就是升110点 收报28359点 国指就是升35点 收报10901点 今天我们找到嘉宾谭朗伟 斯芬和阿迪一起谈启 斯芬你好 Hello Louise 斯芬看到港股这几天 今天反复做好 不过昨天大升的A股 今天就有点回吐了 见到上证指数 收市都要跌超过1% 收报2744点 而美国那边就说 今个月的23日起 会对价值160亿美元的 中国进口货 征收两成半的关税 贸易战是否继续限制大市呢 贸易战方面 其实整体都是 当然有阴霾在 隔夜之下 特朗普再加了马 同时间今次这个加码 就真正是用25个百分点的税率在这里 当然对于今天 AH两地的股市方面 是有少少的一个影响 但是这样看 我最主要今天关注 恒生指数是维持得一个升幅的 虽然高开低走 但是收复到10天20天线 大概28300点的水平 特别有一件事想提示给观众的 就是说人民币部落到离岸和在岸价格 雙方都是做好的 今早曾经最高的时候 离岸价格是去到6.801多的 就算收市的时候都可以站住 所以我今天不会太过担心 虽然A股方面上证跌30多点 但是恒指方面我相信 持续地受惠到人民币在低位反弹 应该后市还可以再震一震 震着上回多一点点 但是你看恒指上网 还有多少水位呢 由于10天20天线 大家都踏着在大概28300 附近的水平 下方支持会是28000 因为较早之前跌穿了之后都失而复得 上网的话我会看回大概28700 和29000 大概都是300 300点这样上升 最主要都是看回人民币方面的走势 可不可以容许 和A股方面可不可以吸力 大家都是看回人民币那边 和A股那边的走势 我们看到其实近期 港股的成交就不算很多的 而说起成交最影响的当然是港交所 今天港交所都公布了中期业绩 顺利见到岸年增加4.4 去到50亿4千万 期内的税前日利Ebitda 岸年增长近四成 去到近63亿 创新高 中期业绩就派中期息3.64 但单计第二季 投资气氛就因为贸易战而有所减弱 港交所的收益按季都减少3% 平均每日的成交金额去到1068亿 按季就减少2.7 看到大行都满意港交所的业绩 阿摩通就说 港交所的第二季的盈利 高过预期 4% 中期息亦是好过预期 维持增持的评级 目标价282 而大摩就说 第二季的盈利亦是好过预期 由于利率上升 正投资亦都强劲 评级就与大市同步 目标价就给290 看一看 港交所公布业绩之后 看到股价都曾经飙升过一下 高建卦232.8 收市升幅略为收窄 升0.97% 收报229元 斯芬娜 你看港交所上半年的业绩 是否都有些惊喜呢 其实惊喜在于 顺利创新高 同时跑赢了市场预期 不过我会按下大家的看法和憧憬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看到 在恒生指数在1月份的时候 都是上半年了 1月份的时候 创新高当时非常牛市 去到33,000点 2月份急跌 3至5月横行 6月穿底 到现在甚至乎 应该都不是牛市了 是不是熊市就见仁见智了 是 后市展望应该不会太过良好 如果这样的话 对于市场的交投 市场的气氛 甚至乎IPO上市的排队 和他们的表现 上市后的表现 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 港交所的业绩的 我会相信后市 港交所依然还是要比较疲弱一些 它是会跟足大市的 它不会跑赢 不会跑上市 跟足大市 那就是都是 比较不明朗的 所以如果稍有弹高 我又不是说叫大家清 因为市场还正在闪着的时候 就不用清 但是就不会因为这个业绩 要摆入的 同时 后市如果稍有回落的话呢 其实我认为大家被它弹一弹 去回到大概230多 235、240的位置 已经是很严重的 其实看到第二季 在贸易战影响之下 成交也有减少 甚至是下半年到现在为止 整体的港股走势 也不算很好 正如你所说的 而且成交也不算太多 现在大家上网股价 有没有说有机会再弹多一点 去哪里呢 又或者一个 没有货的话 大家是不是都 像你所说的都不要现在闹货了 其实正如刚才所说的 这份业绩是否真的这么惊喜 或者这么值得去充盈呢 是普通的 我会说在7月份 横行顶位大概235元那些位置 幸好的话 预行生次数弹回到2.9000 可能股份上去235附近 其实那些位置 冲穿的机会不大了 去到那些位置 如果都是磨或者回落的话 就乘机缓码了 嗯 好啊 今天公布业绩的还有只银鱼 我看到也有观众开始问中的了 今天银鱼公布了中期业绩 中场的收入就破了纪录 贵宾厅也都强劲 带动着中期的纯利 按年都升近5.6 去到72亿 而期内的经调整Ebitda 也都按年升到3.4 去到86亿 特别股息就按年增加近5.2 去到5毫 大行都满意银鱼的成绩 看到摩通和花旗都说 银鱼的第二季业绩表现强劲 当中摩通就说 银鱼业绩的细节位都很好 中场以及贵宾厅的市占率都有上升 超越了金沙 成为澳门最大赌场的经营商 给争持的评级 目标价80元 花旗就说 估计银鱼的市占率 按季就会提升80个基点 去到大约2.4 在艰难的季度之下 仍然争取到市占率的提升 所以维持买入评级 目标价86元 看看大摩 大摩就说 上半年纯利达到72亿 再次好过预期 预计可以带动到盈利重股 而维持增持评级 目标价80元 瑞讯亦说 银鱼的第二季 Ibita好过预期 旗下的物业表现强劲 维持跑赢大市评级 目标价88.8 见到银鱼业绩公布之后 股价都越升越有 曾经升穿60元的水平 收市都升超过4% 日收报59.75元 施芬 银鱼再次交出量例的成绩 你看今天股价的升势 反映了没有 业绩方面交出来 顺利地增长各样的 包括贵宾厅和中场方面的改善 都是令市场感觉是跑赢预期 正如大可所说 当然你说给到目标价80元 我相信一定要配合一个好的市况 暂时没有那么乐观 我相信都是一个反弹 特别如果你说在赌业股里面 我都从来相信银鱼首选 包括它的业务的组合上增长 同时在市占上现在也有所提升 我会说有货的朋友们 业绩的而且确是真的提振到股价的 首先看一看大概61个半的水平 正就是7月份 7月份当时 硬一硬的所谓技术上的 双顶颈线位置 16.6元 现时暂时要挑战那些位置 如果去到那些位置又是受阻的话 当然短线反弹圆建 如果那些位置站到 才会再进一步看65元 没有货的朋友们 看看自己够不够肉食 升多1元左右左右 我就建议 在反弹的市况里面 未得确认后市是向好 这不算是必买的股份 如果是在众多的赌股之中 是不是都较为看好银余 还是还是另有其他的选择呢 如果银余现在已知的业绩上面 因为现在市况上依然都是不稳 不明朗 很多时候出了业绩 都起码得个确定 起码知道基本因素是OK的 我都会说它是有些反弹的力度在这 相反可能看澳博 过往走势上面都是比较 叫做没有那么弱 我不可以叫它做强势的了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在7月到现在为止 股价都是在8.5至10元附近横行 但是我想这些都是要等到业绩方面 是否可以进一步浮现在股价 虽然大家提给大家看这个图 是横行的 未至于跌穿 但是都未是一个值得推介的走势 好啊 接着我们就看看汽车股 特别想说一下就是长城汽车 看到公布了7月的销售量 按年都要跌2.1% 去到54,300格 看到产量就是跌6% 去到53,900格 看到就拖累着这个 即是销售量出来之后 就拖累着这个长城汽股价 下跌了 看到今天曾经是急卸超过1.1% 低见过就是4.67 是创了6年的新低 收市都要跌超过9% 收复4.75 至于其他汽车股表现都一样 华晨汽车 华晨中国就要跌超过2% 吉利汽车就要跌超过1% 而比亚迪就看到是靠稳的 我们看到 巴奇就说 长期7月的SUV的销售量 按月就是跌幅扩大 预期就是今年下半年的销售 仍然都会持续疲弱 随着零售的售价折让 相信都会利淡公司业绩和股价的表现 重新回来就是对它的沽售的评级 以及目标价是4元 Sieven 你又怎样理解7月的销售呢 以及看到其实长期 由去年10月上升到12.8% 股价都持续跌下来 都没有升上去 你看前景是否也不太乐观 不太乐观 看到7月份的时候 无论是产量 是跌了6.5个百分点 按年 销售价方面跌了2成1 其实无论产销的数据都是走弱 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股价是不值得看好 我想超过半年 我几乎每一天都叫大家不要买车股 大家说就算吉利那么漂亮的数据 一样都是要下跌的时候 有什么可能会买了一些差数据的长城汽车 或者比亚迪这些部分 很多人对于长城汽车 甚至乎和宝马方面合作 做一些功能型的SUV 或者是车方面 其实这些都未曾实话未有一撇 也都不是那么快可以浮现在业绩上面 作为一个亮点的 所以股价一路震荡下跌 而且逢底破底 今天是非常之大成交 一支阴烛再穿底 千万不要打算拼着超跌反弹 这些股份是连基本因素都没有的 我见到有个观众问一下175 175是否都是一样看法呢 175唯一不同的看法就是说 我真心觉得它的基本因素是OK的 不过大家都一样要理性 就是说股价才是最实质 无论数据上多靓仔都好 它都是持续震荡向下 很多的交易平均线都是持续向下差的了 所以有货的朋友其实每次反弹都是减仓的机会 比如如果现时释放有彈的话 股份彈到上18元附近 基本都要离开 如果货的朋友更加不要随便再入 好 观众就要小心一点 好 这个时候不如看看 其他的观众有什么问题想问 我见到有观众就想问一些内房 当中33333就最多人问的了 中国恒大都见到近来的走势都不错了 见到观众就说22元有货应该怎么做好 另外亦都有观众说自己是26元有货 要不要放走 见到恒大今天收市跌下跌 跌1% 收报24.9元 西芬 你怎样看中国恒大 因为自从它发了营起之后 其实走势都一路向上 不过今天就回回来 西芬 你给观众有什么建议 先从价位方面给个意见 如果22元有个朋友 再一次跌穿24元 就吃2元走人 因为4元的关键位置是6月份的高位 至于26元有货的朋友 我想你先拿着 虽然今天有减弱 但是不排除昨天急升之下的消化作用 看看市场可否震近一点 你的卖入价 因为很老实 早前19元的时候你都震不走 有什么可能现在差1.5元回家鄉 走去走货呢 好了 基本因素方面 营起其实不是意外 因为间间内房都有营起的 参作一个急升 我相信是和营起的关系反而较少 和充满特别息的关系较多 因为当你回应恒大的幅度 和其他内房的反弹幅度 可以说是完全是很大的差异 同时再加上华人之业127 作为恒大其中之一个股东派特别息一定有钱分 它竟然在过去两天其实股价都是走强 所以市场我相信都是认定 今次恒大是炒特别息居多的 千万不要因为这样而去炒其他的内房股 同时恒大我相信 那位震荡应该不会在业绩之前大跌 直到业绩的时候 看着一点点 我依然坚持基本因素 其实不会无端端升两成多 如果到时没有特别息 潜在下行的幅度是很大的 那观众真的要小心一点 另外我看到有观众想问一只新股 是今天上市的7800中国铁塔 看到观众想问有没有机会下跌到1元 说回今天中国铁塔曾经上过1.29元 收市和招股价持平 都是1.26元 看到有一个最新消息 说中国铁塔将会在8月22日 被纳入MSCI 会加入中国的股票指数里面 斯芬你又看如果大家有货的持续 是否可以继续持续持续 我心想观众又不要这么殷酷 预予人1元 因为我们今天第一日上市 都叫做硬撑在1.26元 这些位置 所以基本因素 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值得看好的 我特别都是要强调给投资者听 入MSCI并不是一定可以催化股价向上升的 甚至乎什么南下港股通那些因素 不知道它将来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大家看前居可见一只小米 当然小米亏损很大的 但是中国铁塔方面 我会估计它是一只很闷的 其实类近它三个大客户 三家大言讯商 都是作为真是长线的 不过也都这么说 长线股份通常是为些什么呢 长线通常是为要是长渣上升 要是长渣收息 我要重提到它的派息方面 是会很不及人 若目都是1厘至2厘左右 我会说有货的话就先拿着 看这两天有没有蛋糕 叫做赚点钱吃餐饭 但是预计它又急升 但是如果一旦跌穿焦股价 我会说其实都是可以走人的 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等到的 即是没有货的话 其实都不吸引这一只 牌式又不算很好 好啊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那些电力股 因为今天都升得挺厉害的 有观众想问一只902的华能电力 他说现价可不可以进入? 见到今天902升超过1% 收购5.53 而其他的电力股见到 今天的走势都是做好的 Syvan 你又怎样看呢? 现价这些位置可不可以做买入呢? 我会说呢 其实电力股呢 发行起同时间呢 业绩期呢 应该会有一个很美满的基本因素 为什么呢? 因为上年那个基数实在太低了 但是呢 我想全人都知道的一样 其实也不可以称得上 是一个秘密的上升原因 但是既然全人都知道 而股份其实都可以在高位落落 由6元以上落回来附近这些位置 我会说 憧憬不大 未必一定说可以买来作为一个炒业职 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确认的 就是说我相信 长线的底部是见了的 如果你真心觉得 电力股是你杯茶 又觉得是长渣的话 我认为现价这些水平 其实都可以考虑的 但是短炒的就免问了 好 另外呢 有观众就想问一下 6098就是碧桂园服务 见到今天收市都要跌百分之一 收报就12.4 观众就想问一下 6098是什么位置可以买入呢? 上网多少呢? 现在这个位置会不会还是贵了些呢? 目前这位置我又不敢说贵 又不敢说便宜 但是upside真的是渺茫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在内防持续受到调控的影响 再加上它倚靠的是碧桂园 碧桂园在安全事件方面 随时有很多的排查 甚至乎整顿 我说对于迫伏方面 未来的前景 是绝对有直接的影响的 估价方面 submit to 11.64 就是在第五天上市 当时开始位置 站到11.64建啊 有货朋友继续游 正好至然来到20天市 彈到这样一刻 我觉得空间不大 디자朋友呢 唯一可以反驚就是 香港升到11.64确度带下 有支持这儿反轰 但是我會說就算但也真的不多 如果真的未有課的朋友 可以考慮其他板塊或者其他的物管股份 因為最主要我的關心就是 這間公司和碧桂園的關係 我會擔心未來很多的整改 會有機會向到迫伏的程度 你剛才提到考慮其他的物管股份 有沒有說哪一隻是較為看好一點 觀眾可以考慮及立 如果正如剛才所說 被內防籠罩的 其實某程度上都沒有什麼鞭 現在這一刻值得推介 另外有觀眾想問醫藥股 有觀眾想問一隻是1093 就想問一下 現在他說自己在20.5元買入 就想問一下指洩好還是長渣好呢 見到今日石藥都升超過1% 收報19.94元 如果有課的朋友 既然市現在暫時都有個反彈狼 就想看10天線 譬如20.4元附近 或者進一步 再上去看7月初的低位 大概是21.5元附近 其實都是看1元至過半左右的一個反彈 去到那些位置想想會不會換馬 因為始終大小 無論市場和藥品板塊 其實都有些轉彎 這隻股份失了100天線之後 其實已經轉藥了 我會說有課的等換馬 沒有課的話 暫時藥品股份 因為在內地疫苗的因素 都是籠罩著 所以藥品股在這浪 不會是反彈的主力 沒有貨就不用買了 另外有觀眾想問一下 1313 行到多少 見到華潤水泥今天都升超過4% 收報9.24元 我見到有個消息說 華東水泥的價格將會陸續上調 Cython 水泥股近來的升勢都不錯 你看還有沒有繼續上升呢 其實內地方面 有些限產情況 甚至乎水泥價格 這些新聞持續地發生 但當然股價都有起伏 最主要是因為大市的走勢關係 這隻算是我在水泥股裏面的首選 9.25元是當時6月初 配股的裂口附近 9.25元的話 有機會挑戰9.9元 短線就同時衝景了 今個星期尾出業績 我認為這兩天都可以持續 去到業績的時候 再去看看 令市場是驚喜或失望 再決定繼續留不留下 另外 有觀眾想問 1038 他說今天 57.5毫半買了 前景怎樣呢? 可否去回65元? 1038這輪的走勢 比較悶 好像沒什麼動作 今天 偏遠跌0.17% 收補57.6毫半 65元真是難 61.5元附近 相當於7月份高位 都是一個挺奢侈的願望 股份現在在現價大概 57元這些位置做商底 但是未曾確實的 因為市況都低 我可以說你這隻股份上網的衝景 真是不大 因為它是一隻非常弱勢的公用股份 股價路下錯 很多時候收息都收不回 如果你問我 有課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借著市反彈 未必一下子看到61.5元 其實20和50天線交回 大概59左右 有得吃都好吃 公用股方面 我繼續都會維持 看回中電回器 講燈會比較出色 那就是領展又怎樣呢? 因為看到今天有創新高 是的 領展方面 就半中半手 它沒有其他公用股那麼悶的 因為它整體的物業 尤其是在內地方面的發展 都快速的 所以我會說 其實工的力都很強 業績方面我會看好的 股價創新高的時候 整體都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買的話 就不是很需要等的 你可以留意 如果沒有貨的朋友 現價一住 稍微回落近75元的位置 再加住去部署 其實是沒有空手等的 如果有貨的朋友 當然可以繼續持有 即是沒有貨的話 這些水平都可以繼續買入先的 因為其實它的收租性質 在目前為止 大市仍然是 我相信很多人都相信 是一個比較弱勢的市況 多資金會追入這類型的 防守收益 另外有觀眾想問一下 部署上應該如何 今天看到收市是收補17.1號4 跌了超過1% 你的防守位置只剩下兩個 第一就是上市價17元 第二就是上市當日第一口價16.6元 如果這兩個位置失去 是必須要斬的 事實上這個股份 由上市之前 直到現在為止 我都會覺得 強烈叫人好買入 因為是一個很大的虧損公司 其實公司在下個禮拜都會出業績的 千萬不要對業績有期望 因為一間市場公司 其實是沒有期望的 看看會不會借業績 跌穿了17元 甚至乎16.6元的話 我會說這隻股份 都是向下望的機會最多 現在19元有貨的話 可能在17元左右 就好先行止蝕離場先 那好吧 我們今天就和Season談到這裏 想問一下Season 有沒有持有以上 剛才提及過的股份 都沒有持有的 好 我們今天謝謝Season 謝謝 好 最後我們就看看歐洲股市那邊的表現 看到歐洲股市現在三大指數 都是個別發展的 看到英國指數是靠穩 而德國和法國都是偏遠的 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